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人讲礼貌 先后有序 商家努力工作 和气生财 顾客安心快乐 通通买 民以食为天 有福气的台湾人们 安心享受着年货大街的风饶 真的就像是邹族祝福于所说的悠悠巴斯 我们现在就是在阿里山公路右转一个地方 要非常小心 那个地方从阿里山公路右转进来的地方 有点不明显 所以观众要小心右转的时候过来要看好 然后沿着这一条路 就会看到刚刚的那个招牌 原住民族里的邹族 主要居住于嘉义县阿里山乡 祝福于悠悠巴斯 其含义代表着精神与物质都富足安康 我们能进行远眺青山 悠然长阳茶香 花香 真的是悠悠巴斯啊 位于嘉义阿里山乡乐野部落 海拔约一千三百公尺的 悠悠巴斯邹族文化部落 是一个拥有乐意盎然 整片茶园的原住民文化部落 景致优美的园区里 有传统家屋 剧场 以及仿邹族传统以茅草搭建的茶屋等等 悠悠巴斯户外园区处处美景 让人非常放松自在 想要更了解邹族的神话与文化 可以进入文史馆参观 馆内展示着各类生活用品 受力工具 阶级服饰等等 透过导览人员深入解说 让您对邹族历史又更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所属勇士会把动物的体穿在身上 就是为了展现战绩 所以今天勇士的体 体积越多那就代表它的战绩越高 在高华中的国家里面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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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工坊展示部落手工艺品 各式猫头鹰及应景2023年的兔皮包 兔偶等等都充满自然趣味 有没有看到这么可爱的兔子 刚好符合2023年的兔年 它恭祝大家新年快乐 羊眉吐气 还有万事如意哦 你看各式各样的这个表情 我也要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哦 我可是这里的镇店之宝哦 紧接着可以来到茶屋品名区 参观有机茶园咖啡园 在这儿中年云雾缭绕所孕育出的 阿里山顶级高山乌龙茶等等 都曾获得中华民国建国100年 国家优良商品金牌奖 以及台湾百大伴手里认证 这个是高山茶 阿里山的高山茶 这个叫金鲜吗 没有 奶味啦 奶味很 这个是战胜手的 这才会引起胃食动力 你们现在它的是这一块 你们先看不下 你们如果要买的话 要买都可以买 不买不会把你们关起来 没有带钱的人 他就这里去采不用钱 要自己赛啦 对 公公平认证的就是我们家 周竹公卫餐 要照顾一下我们的股占六股 看到的是垂涎 是的 午餐时间到了 餐厅满座 但所有的服务都不打折扣 一桌桌的佳肴都是香喷喷的 而且料多未美 对对对 这是什么 这是明日夜 火锁瓜排骨汤 这是小米白饭 小米白饭 这是药上茶香虾 茶香虾 还有红茶猪脚 其实我们这边很多料理 我们都是会跟茶叶去做融合 这个是水泉豆腐 这个豆腐是我们那个 奋起舞的百年老店 他们坚持都是要使用三瓶水去制作的豆腐 因为人真的啦 文化如果你这样不传承下去到后面是真的会不见 不见之后你要再去把它找回来真的不好找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自己的文化非常清楚的状态之下 慢慢的传承给下一代 这个就是文化传承最美的地方 如果安排走访悠悠巴斯邹族文化部落 一定要笔记好他们的歌舞表演时间 展演区在邹族语是表示勇士之意 剧场演出小米丰收季、战绩等等 都是由园区的园民工作人员共同参与 透过传统融合创新的音乐、舞蹈 也深深意涵着四季富有、内心富足 ough.. 牙梢 flawed 楠四季 Chairman 楠牙梦 楠牙梦 榮 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亚克兰大奥运主题曲 由阿美族前辈郭一南先生所演唱 这支舞蹈所描述的是 中途早期都以盛联为主 明天看到场中的勇士们 手里拿了长毛 另用长毛摆出在野外求生及盛联的勇猛姿态 中途早期都会变成